嘩!什麼事這麼人山人海? 原來這個是日本手工膠紙品牌MT的工場開放人 他是日本文具界一年一度的盛事 記者兩年前開始已經很想來了 今天是MT Factory Tour的第一天 我終於可以來到這個活動了 我們走吧 今年活動來到第五屆 為期十三天吸引了三萬人報名 當中只有九千個幸運兒可以參觀膠紙工場 到底一卷普通的膠紙有什麼魅力? 這間膠紙生產商已經有九十三年歷史 最初靠竹烏鷹的膠紙器家 2008年首次推出手工膠紙 隨即封衡日本 現在全球二十幾個國家都有得賣 每年生產超過一千萬卷膠紙 連日本發源地的倉夫都主動和品牌合作 將當地藝術館和電車重新包裝 MT膠紙已經成為當地名物 過去八年品牌推出了超過一千款膠紙 其實它之所以這麼成功 除了設計精美還有三大原因 是有使用的貨品品是手薄、扯托、托托、托托 夠用的美麽品質 每年一度工場開放日 有機會看到部分製作工序 不過工場裏借著拍攝 想看就要親身來 工場內亦有小型博物館 展出力離每款膠紙的圖案 與各界聯繫的限定產品 又有工作坊讓大家用膠紙發揮創意 DIY筆記簿、襟章、香精裝飾 還會發售場內限定的商品 不過最厲害其實是見識到日本人如何利用創意 將膠紙形容到生活每一個層面 MING PAO CANADA